不同相比的话,无论是体型啊,品相等很多方面呢,都已经不如他的父亲那么好了,这一方面呢,固然说啊,可能是他的父亲或者母亲他们这一方里面呢,有啊,并不是特别优秀的,另一方面呢,不可否认就是,藏偶本身呢,他在进行这种交配的过程当中啊,就算是父母双方都是特别优秀的品种,也未必能够繁育出来非常优良的后代。 在内地养育圈中,很多人都知道北京的韩联明和他那条名为红利的红色公育,红利的成名不仅是因为他在圈内有着惊人的身价,在他的身上还有着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优秀藏育品质。 他的毛形状好,长得毛形的位置好,这个毛的量大,这是一般的,一般的都赶不上的。 再一个最突出的这红利的眼神,这个三角眼,就是不怒自威的这种阴森恐怖的感觉。 他这个嘴形给人的感觉就是力大无穷的那种感觉,包括红利的这个前胸,他前胸的宽度、深度、脖颈的粗度,这就是这个最优秀的杂傲才能具备的了。 但是红利的得来完全是一个意外,在他还是一条丝毫不起眼的幼傲时,韩联明仅以数千元的价格买下了他。 当时我就找一钩厂,跟那盯了一条狗,花了眼,就是当时定价是一万二,盯了一万二呢,后来呢,等到了一个四十多天的时候呢,我再去过去抱这狗去呢,就已经不是那条狗了,已经换了,换了我也没办法了,但当时又说好了。 当时说好以后,再看当时这个,他那几条狗呢,我在里头选了一条,选了一条呢,就是红利,小时候。 当时这个狗主呢,给我要价呢,是八千块钱,八千块钱呢,我说不是过去那,不是我订的那条狗,我说这个价格呢,就得便宜,便宜,他说便宜呢,你说给你给多少钱,我说给五千吧,当然五千人不干,说他要给你给七千吧,就这样呢,我俩就来可以吵架还价,这样我说,咱俩也别五千,也别七千,咱们都是朋友, 这六千块钱吧,这样我弟弟抱着头,我就给他点六千块钱,就这么买回来的红利。 红利长大以后,群面貌大变,最终长成了一只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优秀藏鸥。 红利的名气吸引了很多圈内的人,他们纷纷带着自己的藏鸥过来配种,韩文明也因此迅速致富。 在红利的后代中,虽然也出现过相对优秀的藏鸥,但接近红利这样的,至今还没有出现过。 它现在是什么颜色的,不等于它血液里边百分之百都是这个颜色的,那要看它的父母带,和看它的主带。 这里边遗传学有一个规律,这个我们把它叫孟德尔规律。 它这个遗传规律就是说,它的主带,它的遗传基因,在后代里边,这一窝里边不是百分之百的表现出来的。 它会有一些是显性基因,有些隐性基因,对吧? 有可能两个红的这个藏鸥生出来里边可能有黑的,可能有铁包金的。